到哈馬興的租車行 我們可以看到一般機車 電動機車 不過現在最夯的選項 是不用駕照也能騎的電動自行車 一整排電動自行車任君挑選 市區愛河都OK 不過這邊停在外面 租車行員工拿出地圖 建議路線怎麼走 一次說清楚 那為什麼想說要租車 就是比較方便 因為走路要走很遠 電動自行車其實是比較一般 腳踏車的這個行駛路線 也因此自行車專用道 也是行駛的選項之一 遊客來到高雄知名景點 只想一次玩個夠 在景點繞一圈想走完還真不簡單 高雄博爾西子灣加上旗津三點連城面 交通距離約有四十公里 再往南來到屏東墾丁大街 又衝鵝鵝鼻燈塔 路程也超過八公里 在車輛上面我們會貼這個貼紙 禁止騎山路或爬坡 店家在電動自行車上貼標示 讓遊客在玩樂之餘 別忘了自身安全 礙於動力不建議騎山路 涉水或是騎上沙灘都不行 不適合用來騎乘一些地形 比如說像山路 這種功率比較小的話 你硬要騎上去的話 可能會造成車輛的 本身的像控制器 馬達這些重要的零件的損毀 不需駕照即省力 讓電動自行車變成租車行當紅選項 出發前店家附上安全帽 也提醒遊客為了交換安全 得自己幫忙把關 三天宣傳統的小王衛文高雄報導